第三次,阿德在实验室进行加热米酒并收集蒸汽的蒸溜实验,其装置如幼图,图中冷灵管的用途为冷却蒸溜瓶蒸发出的蒸汽,原来蒸溜瓶内的米酒浓度为百分之二十三百毫升。 若实验中,液体蒸发之蒸汽皆无益施,经一段时间后收集到的蒸溜酒体积为100毫升,浓度为百分之四十,则剩于米酒的浓度因为多少? 我们晓得米酒的浓度是体积百分浓度,但是我们可以比照重量百分浓度,就是溶液乘以浓度会等于溶值。 所以我原来有三百毫升,百分之二十,所以呢,我知道我原来的酒精有六十毫升,那么最后的得到的浓缩的蒸溜酒呢,它的是一百毫升,是百分之四十,所以它会有四十毫升的酒精,原来有六十毫升,然后最后出来的蒸溜的结果是四十毫升,所以蒸溜瓶里面剩下的六十减四十,还剩下二十毫升,而原来呢,有三百毫升, 跑出来蒸溜的有一百毫升,所以最后在里面剩下呢,是两百毫升,所以我们就是有两百毫升的米酒,那么有二十毫升的所谓的酒精,所以乘百分之一百之后,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浓度呢,是百分之十,所以第三试题问我们说,则剩于米酒的浓度因为多少? 我们答案选择是B,百分之十。